大家好,今天就是講Selidity的語法 是叫教學啦,不過就是分享分享 沒有這麼大的壓力,對自己講 那我們今天會幹嘛? 今天就是簡單介紹Selidity的各種語法 還有一些概念 那這概念可能有點就是 工程上在開發的時候會 為什麼要這樣搞? 通常是跟GAS有關 當然我們不會討論太進階的 像什麼漏洞啊 或是一些用Assembly去做GAS的最假化等等的技法 那這些不是在今天的範圍 那如果真的對這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那個病大大許願 就是之後聽這系列課 那他可能會想盡辦法滿足你們的願望 好,那再來就是 今天是假設大家是寫過程式的 我希望是這樣啦 就是 希望今天大家對程式有一點概念 那這概念就是說 至少知道方權是什麼 然後變數是什麼 因為如果這些要講的話 應該來不及講吧 那可能也會需要一些就是 就是物件導向的概念 那可能不用太太深入 那如果真的哪邊聽不太懂的話 也歡迎隨時就是喊一下 那我就盡量解釋 好 好,那我再介紹一下就是 我叫吳宇晨 那他剛剛叫我BO 不過如果你在台北開放社群裡面 喊BO可能有一次一個人會回頭 所以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明確要叫我 你可以叫狸貓 那這是我比較慣用的 綽號 那剛剛有講到我是 Grid Aseno的全能工程師 那Grid Aseno它是一個 呃 機器人交易的平台 那就是上面你可以自己寫策略 然後或者是去用別人策略 那去做 自動化交易 那如果興趣可以去搜尋 或者是來找我也可以 呃不是重點 然後再來我現在是 政大支割所的碩士生 然後在研究密碼學 那這兩個就是我平常主要在做的事情 然後可以看得出來 我其實平常 本職沒有在寫合約啦 那 所以就是難免會有一些講錯 那講錯的話就是 今天如果有大大來的話 就是再麻煩糾正一下 不要讓我去 灌輸到錯的概念 觀念 我怕這會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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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辦法去 我就是不想要成分 因為我等一下要簽那個 OK 然後還有就是 那我平常起合約就是 在打黑客蟲等等的 那就是去割別人項目 就是跟他們說 我以後會繼續更新的 但到現在都沒在更新 這就是我們小酒菜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如果想要找我的話 Telegram在這裡 那 那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有興趣 好 那我們今天會用的ID是這個 remix 那如果有嘗試寫過合約的話 應該已經看過 那不過就是 請大家先幫我打開來 因為我們等一下就會用到這個ID 好 我就假裝大家都已經開好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好那 新增檔案的話就是在 欸 欸 不懂啊 新增檔案就是這個按鈕 看到這個按鈕 就幫我按下去 然後它就會叫你輸入檔名 那就 取你開心的檔名就好 就 那等一下可以一直開檔案 開檔案 有人還沒有拿到投影片 可以再回到我們手面看看嗎 有人沒拿到投影片是吧 欸 好這裡 網子在這裡或是掃票 看哪個比較方便 如果有人想要把這份簡報拿回去交別人的話 也歡迎啦 就自由取用 好 好 OK 還有人簡報還沒開好要等嗎 好 看起來是沒了 好 那我們就繼續講 好那建基性的檔案就是 就是 隨便 隨便取名字 那結尾它會幫你補.sol 那如果你要自己打的話 應該也可以 好 那我們再來第一個就是 先跟這世界說hello 就是我們工程師的習俗吧 然後就是 我們今天的教材 原本有說是用Slide的Device Enroll 那就是有些 有些簡報裡面會看到 那你就可以去看那一個 它的範例 然後它裡面就有分控 那如果你開這個的話 你會看到右邊這個 那你就把它複製貼上 貼到設定 剛剛那個remise ID裡面 好那我相信大家應該是 複製貼上好了 應該這不用花太久的時間 那再來我們切到 左邊 左邊切到第三個 第三個是編譯 那再來幫我留意 就是這個Auto Compile去 勾起來 那還有你可以按看下面這一個按鈕 那這一個 那上面Auto Compile開起來之後 它就是你程式有改 它就幫你編譯一次 那你就不用每次都切進來按編譯 那我想大部分的電腦應該都是 夠力的 所以應該開著Auto Compile 是不會造成太大負擔 那如果你真的開Auto Compile 會讓你電腦當掉的話 就把它關掉吧 那你就請問一點自己 自己每次都來按Compile 就是左邊的話是第三個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 開心的話 應該大部分都是在第三個 然後編譯的話就是在第四個 那如果你進來的話 這裡的話就是可以按這個Depoint 那這裡要先講一下就是在之後 如果一個檔案裡面有很多的Country的話 你可能這裡要手動去選擇 你要Depoint的Country 那再來是如果你未來真的要開發在測試鏈 或是你想要畫到主題上面的話 你上面會有一個Provider的設定 那那個可以再去根據你的需要做調整 然後還有就是如果 你Depoint了 然後你有地址 但是這裡沒有顯示你沒用自己的名字 那就是一些開發上的計劃 然後你Depoint或是取得之後 它會在下面出現 這就大概是合約的 從開發編譯到Depoint 就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流程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講這些 這些Country 好欸 那先講 就是可以看到這裡有7行Com 那這裡我覺得 要講的就是有3行 就是135 那後面的話就是更後面才會講到 那第一行這東西的話 如果你沒寫它就會叫你 叫你要把它補上 那這是叫這個授權的 授權的識別符號 那它概念就是因為 我們如果在GitHard上面 可能你常常會看到一個license的檔案 然後裡面可能會描述說 這個GitHard的專案它是什麼授權 那可能像是什麼MIT 或GPL等等的 那但是我們在設立的題 如果大家有在Ether實驗上法玩的話 你可能會注意到它的檔案都是 就是一個一個檔案的 那所以我們就是用這一個方法 那去標示說這個檔案它的授權是什麼 那就因為可以看到它是用註解的方式加入的 所以它不是一個必要 但是就是如果你開發的話 是可以把它加進去 那常見授權有這幾個 就是一個是unlicense 好像要加D 但我習慣不加 然後BSDMIT GPL LGPL 那unlicense的話 基本上就是 你是宣告這一份 合約 這一份程式碼是沒有什麼授權 就是大家想用就隨便用 然後BSDMIT的話 我個人覺得就是 叫大家尊重原作者 就是要把原本作者 註明一下是誰 這裡可能講錯啦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找一下 一些開源軟體的活動 那他們可能會講得非常相信 然後GPL的話 就是它是有傳染性的 那就是使用到GPL的code 那一份軟體就要跟著開源 然後LGPL就是沒有傳染性 那這是主要的差異 然後如果對於授權有關 也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sptx.org 這個網站上面去看 有哪些授權 然後還有它的授權的特性等等 一個註解我可以講那麼久 是蠻厲害的 那接下來剛剛的第三行 可以看到是一個Pregmark 那它基本上就是 就是一些指示編譯器 要做的一些檢查 或是設定等等的 那過去的話 會有一些 有一些東西 必須要用Pregmark來指定 那目前的話 應該就只剩下 檢查Sedity版本 那Sedity版本 那Sedity版本的話 它遵照的是NPM的Sample 所以如果你 你對怎麼控制這個版本 很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看NPM的標準 那比較常見的話 是一個上肩挖號 那上肩挖號的意思就是 不能改左邊起算 第一個非0數字 所以像1.2.3 那還有就是不能比它小 所以像1.2.3 你不能改成2.0.0 那你也不能改成1.2.1 但你可以改成1.3.0 或1.2.4 這都可以 然後0.8的話 因為0是0是0 所以它不是一個配點數字 那我們就是不能改8 所以你可以用0.8.1 又要一起之類的 然後大於等於就是沒有限制 最主題的數字 就只要比那一個好大就可以 那這是比較常見的 好 然後實作上的話 就是有一個小知識點 就是 但我當時也不能確定 不過我聽說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的那一份檔案 它是一個實作 也就是說 你的真正的邏輯 怎麼是寫在這個檔案的話 版本就是 就是不會用一個範圍的方式去點 就是指定一個特定的檔案 那就確保大家 在同一份檔案編譯出來的結果 會是一樣的 那如果它是一個interface 就是它是 呃 跟實作無關的 的話我們就 比它比較大的範圍 那就讓大家不用太 不會受到你這一份 程式的interface的影響 那應該是什麼 等一下還會講到 但反正就是 一個是有實作 一個是沒實作的版本 對就插在這裡 那 我是放額外的知識 所以如果聽不懂就算了吧 好 好那再來就是content 那content的話 就是一個content 然後後面是名字 那再來就是講它 裡面比較重要的部分 好 好那一個合約 就是 我們基本上 如果一個合約沒有content的話 它就基本上什麼事都不能幹 所以合約下面最主要的就是function 那function的解法就是 首先你是function這個關鍵字 然後再來是function名稱 然後function的參數 那像這裡是沒有參數的 然後再來peter b2t 你的b2t是什麼 等一下會講 那這裡就是這個public 然後banner type 然後banner type 那banner type就是 也是等一下會講 那就是可以印到這裡的pure 然後再來是 它不是function的 然後它是override 然後還有就是multip 那這些都是等一下會講的東西 然後這裡先提一下就是 這些 這五個東西它的順序是不影響的 不過在官方的coding style上面 是建議你照這個順序 然後在最後就是refund什麼東西 然後給你的code 然後這是一個function的構造長這樣 然後剛剛講到fifty b2t 那fifty b2t的話 中文叫做可見性 那就是說到底誰可以用這個function 好那如果寫過物件導向的話 應該對fifty跟private是蠻熟悉的 就是fifty就是大家都可以用 然後private就是只有自己可以用 那再來如果寫java可能有寫過 protect 不是protect嗎 的這一個關鍵字 那就是對應到這裡跟internal會比較像 它就是只有自己跟它的計程水可以用 一開始這樣子吧 有嗎 大概這樣 那還有就是一個是遺車龍 遺車龍它是只有別人可以碰 那可能有些人會說 啊publy別人就可以碰了 那為什麼要遺車龍 那這裡就是等gast 就是one of the guest 有一點關 publy的話就是 因為為了要讓自己可以呼叫 所以它在這個編譯出來的code裡面 會放一個flag 指向這個function 那eternal就不會放 所以就是這個flag就影響了一點點的gast 那我記得好像我測應該不到100吧 就發現很小 那不過大家就是習慣 只要你的合約內不會用到的公開的function 就是用eternal 那如果你自己會用到就用publy 好大概是這樣猜 這裡ok嗎 我想說我都忘記demo了 為了拖一點時間所以我等一下 前面都忘記了 好欸 欸 欸 gator 我要拍 biservidity 這個 喔我現在才開始 喔 那我現在就是 就是 像這樣 就是 所以你在同一個方式 同一個合約裡面 可以用到的就是publy publy 那如果你用eternal的話 它會出現 它會跟你講 它會跟你講不能用 那如果你真的要用的話 是有辦法 就是你可以 用一個h 就是你用對待外人的方式 對待你自己 那你就可以用 那不過用這個方式就是 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 對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好那 好那如果 欸 如果是繼承的人的話 它就不能用publy 那一樣就是如果你把uncommand掉的話 就是 會注意到 也是一樣會出錯 好 那繼承後面還會再講 那反正就是 bisav的話 是做 b是從A繼承過來的 然後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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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對它來講 它只能用到publy 方式 和 external function 那就大概插在這裡 好 如果有興趣可以自己玩玩看 耶 好 然後再來是gater type gater type的話 就是 如果一個function它只會回傳一個值 然後它不會去改它的state的話 這個 Sleader體它就會建議你 給它加上一個gater type 那gater type有兩種 一個是fuel 一個是pued 那fuel的話 就是 裹一台state 那fuel就是更更進階的就是 它點 點堵都裹一堵 對 好 那 我記得我這裡 我滑手鍵 好 好就是 你可以看到的話它這裡就會叫你 你一定要去加上一個 一個publy 它叫你的publy 它叫你的publy 因為跟後面 就不會一個簡報 我充足到 所以我把它叫做gater type 對 那它就會叫你 像這裡的話它是 跟state的無關 那它就會叫你用pub 那像這個 它跟這個state無關 它就會叫你用pub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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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的話 有沒有這個 可能會覺得沒影響 那不過就是 對於 這跟 就是後面其他人 要用的這個合約有關 那就是 如果別人看到你這裡有一個fuel 或fuel的話 他可能就會知道 他這個指定不需要去發一個交易 因為不會改state的嘛 所以像前端 如果你在 像你可能拿一個幣價的時候啊 痾 幣價它只是一個資訊 它並不需要一筆交易 所以 這個東西編譯出來的結果 那編譯出來是API API裡面就會跟它講說 這個東西它只是一個gater 那gater的話 你不用發交易 你就直接去 好好看 你就會知道結果 那有這樣一個效果在 應該沒講錯吧 欸哥哥有講錯 記得要糾正網 所以這個gater pipe 他的 我自己認為 他的主要目的就是 讓別人知道你這個東西 需不需要把交易去取得 去使用 這樣 好 然後再來是markpile 我們剛剛想到markpile這東西 那這東西如果有寫過C或C++ 可能會對一個叫markpile的東西紅這個東西 有點印象 那它的效果就是 你這裡先定義一個multipile 然後跟告訴它 你的code要差在哪裡 像就是用這個底線 這個去說明 那在定義的時候 這個multipile就會被套上去 那所以像這裡的話 它這裡 這個function的code 只有這一行 那 我們先不看這個oneone 那這一行 它卻被放在這 所以這個function最終的結果 它會是 這一行加上這一行 那幫我開這一個頁面 我開了 我開了 拿一行加上哪一行 好 那我動一下我 我打開 這裡 就是 這一個編譯出來的結果 會是這一行加上這一行 就是因為這一行被放在這裡 這一行 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這一行都被放上來這裡 好 好像 不太好理解 你說底線是哪一行 底線 這個 那 這個東西代表是 這個方向的 本體 所以這個 這個圈中文的 本體是這一行 就這一行 所以這個東西 會被放進來這裡 然後這個整個東西 會被作為這個方向來使用 好 你現在的那一位方向 那 那 好 那我們 可能可以 來少少 或 什麼滑水 怎麼做 Modify 好 就是 這裡 假設有一行 那 先假設是 嗯 Uint QQ 那 在編譯的時候 他這個東西 做的事情就是 把這一段 喔 怎麼選 喔 這一段 然後 然後 把它貼上 他做的效果就是這樣 然後 把這個 對 效果就是這樣 好 那 這裡 那 就是像剛剛講的 他是一個 複製貼上的過程 所以 有一個重點 有一個可以特別注意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這個Modify非常長的話 你可以考慮要不要把它 先抽成一個方選 那 再去 再這個Modify去複製它 因為它是一個複製貼上 所以 如果你有很多的方選 都用到這個Modify的話 它就會複製貼上好幾遍 那 這是一個小小的支持 那如果 嗯 好像也不用demo 就是這樣 好 嗯 可是 你知道 嗯 你需要這個Modify 跟 就是 你有Modify 讓他負責貼上 跟你把他的東西 寫在 上去裡面 能夠差別 呃 差別就是 就是 我們希望層次碼性量不要一直重複 對 所以就是 能夠抽成一個Modify 那我們就把它抽出去 就 這樣 對 對 好 那它可以把Modify 變成同一個方選 然後 再去除了 對 就是它可以把 那個 比如說 變成 一般 就是一般的寫法 變成同一個 然後 我們在 Change Owner裡面 負價這個方選 喔 喔 對 似乎是這樣沒錯 那 好 坦白說我沒有想過這問題 對 我只記得就是 如果你Modify太長 可以抽成方選 那 為什麼呢 嗯 可能是 喔 有一種狀況可能是說 有什麼狀況 有沒有人要救我 好決定放棄 這個問題 我所有不知道 那可能請問 問看其他社群的搭檔 那 對 對不起 哇炸掉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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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就是 Solated 它是支援Overloading 一定是吧 好 那Overloading就是說 你的FunctionName 可以重複 那就是你的 它會依照你的 參數的行列去做 決定你要執行那個Function 那像這裡就是 約亮的方便 那如果你有帶一個 Stream的話 它就會 呼叫第10行 這一個 那如果你有帶一個 比較低略王這一個 好 對 那 Overloading的效果 好 然後再來介紹一下 有幾個特別的Function 嗯 有 這三個是 比較特別的Function 那 就是它 跟前面的 宣告方式也不太一樣 它不需要Function 那個關鍵字 然後 在Controller 它就是 這個合約在建立時會執行的Code 你可以在裡面 像是 把 付值給一些State 或你可以去像 你可能想要註冊到別人的CodeCodeState 那可以在Contract裡面做 然後再來是Receive Receive的話是 當你的合約收到錢 然後 它沒有叫你做事的時候 就是Receive 這個 方便會被執行 那 如果 你的合約 你的合約被聯呼叫 那 你的合約應該做事 然後他不知道要做什麼之後 他就會執行Function 那 所以Receive 如果 你的合約收到錢 然後 他沒有叫你做事 這也符 他沒有叫你做事 但你應該做事 所以這也符合一個Forebay的狀況 所以 最後他就已經要Forebay了 今天還有點混亂 然後 總而言之就是 Receive就是 他單純打錢給你 會直接Receive 那 Forebay就是 你的合約該做事 每次做 他就會去Forebay 那Forebay 最常用的就是在一些Pause裡面 那這可以 如果興趣可以去看看 不知道事情在幹嘛 大概這樣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們Function可能會有回算的字 特別如果你是 特別你是 一個 剛剛想到的Gator的話 那 你一定要有一個Gator的話 你沒有回算值的話 他就 不是一個Gator 好 那回算的方式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我 我宣告他回算什麼 那像這裡就是 我有一個加法的Function 那 我回算A加B 那 他就會回算一個UIN 然後或者是說 我先給他一個名字 然後我把一個值 附置給這個 那你可以 也是可以正常回算 那這種做法就是 可能你的回算值很多的 因為他可以 如果有音像鞋面的話 他這裡 可以一直豆點下去 那他可以一次回算 可能四五六個的值 那這種狀況 你可能用這種鞋法會 比較方便 那 好 那跟這個 可能有點相關 可能有點不關的 就是叫Nancode 那 Nancode 意思就是說 或是不是可以 照著他的社區去 給他值以外 我也可以指定 或者資料 給到哪一個 變數 那像這裡就是指定說 10這個資料點幣 然後15這個資料點幣 然後15這個資料點幣 這是一種做法 那這種做法是在 如果你的 你要Code的這個Function 他非常複雜的話 這種方式會 幫助你提升你程式碼的 可讀性 像是 這樣 像是如果今天有一個 方權 他長成這樣子 Alpha,Data,Mama,Sigma 然後 先不管他做什麼 反正他就是 用很多東西 那你可能 你要記得 第一個東西是什麼 第二個東西是什麼 第三個東西是什麼 可能有點不容易 那其他人如果 他沒有看到這個方權 他可能也讀不懂 那所以你用這個方式 就可以 很明確的寫出 他到底哪個字是什麼意思 我看到這位大大 說 Modifier是不是也會在 Child 就是他的 繼承者 發生作用 對 不過因為Function也是會嘛 所以 Internal Function也是可以 所以 我在想這件事情 你是不是要回答 剛剛那個 就是因為我不是想說 應用方權 只在於可以無教 所以 他一樣可以收成方權 然後在其他方權 想問一下 就是 差別的是不是 在 就是 把 我們用繼承的 再出現 就不用 明確的 再 剛剛前面的問 好像是說 如果我們要做的 大概就是 我用手寫在 裡面的第一 把他寫進去 那個手寫的方式 那如果說 我們用Modifier 是不是 有繼承的時候 那下面的那個 需要 我們去 那個 那 如果 請示他 不要做那個 可是 我們知道 什麼 繼承者 可以嗎 確定 好 這位 這位朋友他提出了 就是剛剛那個 Modifier 跟Function的問題 那他的 認為是說 如果一個 這個Function 他有Modifier 那他的繼承者 可以 不用再寫是Modifier嗎 那我們來試試看 好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好 然後 然後 我們再有 你說像 這裡也是一個B吧 然後 然後 喔 我這裡邀請Override 就像這樣子 我們來試試看他到底 會不會被 被refer 呢 Deport 好 底頓上他應該要被refer 對不對 沒有 所以看起來不是 好 那 好 他 用的 方便 所以 概念是 因為他是那個門禁的感覺 你如果 那個Modifier沒有通過的話 是沒有辦法 扣這個方便 所以他概念也很像這樣 就是為什麼不這樣寫 因為是因為 如果你把那個 就是Modifier沒有扣 貼入那個 你要的方便裡面的話 他變得是 他其實可以扣這個方便 那 如果抽成Modifier的話 就是 他是變成門禁的感覺 你要先 達成他那個referment 整理之後 他才可以扣這個方便 實際上是 變成那個比較像這樣子 所以 可能是比較 可讀性上的 意思嗎 可讀性 也不算 因為有點像是 就是 我要確定你有這個 權限來 可以扣這個方便 如果 那你如果把 你不寫Modifier的話 就是 他是可以進到這個方便 才做可能 就是差別在 一個是 用Modifier的話 就是 因為你沒有打三顆條件 你是不能進這個方便 但是 如果你把那個 Modifier 就是Code 貼到那個方便 沒關係 就是 我可以進這個方便之後 我才在辦公室上 所以是有些差別 就是 我看到好的就是這樣子 因為 這個手指 Modifier 他做的事情 是在編譯期 把Code也 複製貼上到裡面 所以 應該 跟有沒有進來 是 不太有關聯的 就是 我看到好的 但我們有看到 Modifier 就是 把那個取代 但有可能實際上也是這樣 但 那我看到的是 就是 感覺 我剛剛看到文件的感覺 不過 確實把它收出來 也會比較 然後 介紹一些 re-down-red-code 我現在想到 確實我之前有看到 有些 有些 Polico寫 把它是 寫一個 Check Function 然後在裡面呼叫 然後 如果沒有通過 就把refer 那為什麼不做成 Modifier呢 可能可以再看看為什麼 對 部分是有這層 Modifier的話 它就連 使用者就連 扣都不能扣 避免 它扣一個 根本不能執行的方式 然後它不能執行 嗯 我認為 不太實 因為 能不能扣這個東西 以實務上做法 似乎會執行 然後看看 第一個是它 有沒有被 被 resort 掉 然後第二個是它Gase是不是 超級高 因為如果超級高 那它可能是在某個環境 沒辦法處理 真正 實務上是這樣做法 那並不會 因為在這裡 它 編繹的時候 就已經編成 突然就放水 Modifier真的已經被消除掉 那因為 會不會有比較 不知道的使用者 就會 我不想扣這個 一定會被refer的 放水 然後如果 不是用Modifier的寫法 它這個旗台可以叫 但它 應該 駕進來之後 沒有實在 嗯 我覺得 嗯 我認為 不是 就是因為就是 像剛才講 Modifier它的 因為 哲義的題它是 開發者 開發合約的過程 那最終出來是 BiCo 那這東西 它跟哲義的題 並無關 所以 以BiCo的層面來講 它是沒有Modifier的存在 那 應該就沒辦法成立 使用者先 檢查 Modifier沒有過這個過程 對 我認為 我想應該這樣 謝謝 今天有非常精采的討論 自己講 欸 哦 好 突然 突然卡了 好那 就是 這裡就是 這裡就是 Name Code的方法 然後 好 那就繼續 那再來就是講到 剛剛有講到 interface 跟 interface 東西 那跟它相似的 還有一個叫 這個 那這個 有寫過小法 你們會 很熟悉 我們確定 我好久沒進去 好 interface 的話 就是它就是 宣告一個介面 那 interface 不能有什麼 State 啊等等 就是它只能有一個 function 然後這些 function 一定都會適合 那也滿好理解 因為 它既然是一個介面 它只會對外 那你本來 欸 interface 裡面不能有實作 所以你就不存在於 cull 自己的 這個 這個狀況 那就不會有 PiPad 跟Internal 然後 PiPad 也可以 也不用畫 那就Easterno 那所以 interface 的話 就是 Function 很多的 然後Easterno 那 你可以規定它 有什麼值的 它可以十種參數 然後 使用 interface 的方式 就是 我們用這個 Ease Ease 這個分點字 那 好 那再來就是 可以一樣他們講的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Ease 在 IC 裡面要求要使 弱這四個 function 那 我後悔也寫這個名字 好 好 好 對 呃 看一下 好 那你 explore 我們做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它這裡 是一個 Valternity的變速 那你可不可以想說 這東西跟第五行 又沒關連 那為什麼 它不從這裡可以這樣做 那這裡就是稍微講一下 第12行這個party的變速 它以含著會做一件事情 是做一個get function 然後去用相同名字 然後匯算這個型別 所以這個東西它以含著第五行的始作 是這樣的意思 好那這種唯一的做法 偶爾會有提用 然後再來 在14行這裡的話 它是一個沒有始作的function 那沒有始作的function 它一定要是referral 就是讓之後的人可以來始作它 然後只要你有沒有始作的function 然後你這個function 就一定要是nubshare 那nubshare它 nubshare function 它是不能被 不能被decoid 這樣子 嗯 好 那 那再來 我們看到 15行 那15行這裡就是去演他一個始作 然後可以注意到這裡沒有verso 那沒有verso的效果就是 這個東西它就不能再被改掉 所以像在 第1、2、3行之後 會再去 留一個concent 去引課內 去始作這個acad 那 這裡如果你再去 去宣告一個function 然後是這個名字的話 那它就會告訴你不行相處 也就是說 如果你 如果你這個function沒有回收的話 是一定不會被覆蓋到 好 那再來 像 這裡第18行的話 就是如果你有回收 你還是可以實過它 那如果 繼承了 繼承的人 他沒有去 蓋掉它 他就會用你的 那如果有蓋掉 大概是像一個小 這裡 稍微有點複雜 有人 有人卡住了嗎 然後 我們去 來看看我 我有沒有去 我有沒有去 好 喔 對 久地如果 這裡如果想要去 去 這裡可以複製 貼上 那它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它不能 它叫你要給這 off-the-ride 盆點字 那如果你給它 就可以把這兩個 可以說 這樣一個效果 然後還有什麼嗎 這邊好像可以dable 就這樣 大概這樣 好 那下一個 就是稍微 我相信 就是 剛剛那個 interface的 用途在 實作之中 比較時間 會不會用到 它是用來第一 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 或者用哪些方 選擇 就是為什麼需要這個 對 就是 像 如果是一個 EPIP ERC 像長期 常見到ERC 那它在裡面 就會告訴你說 你要實作哪些 方式 那它就會有一個 interface來做 那還有第一個效果就是 讓其他人 不用 不用看到你的code 也可以知道 你這個方式裡面 有哪些 interface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實作一個 contract 那別人要用的話 你就是給它 然後你就可以 看起來應該差不多 好 那下一個是 繼承的這個東西 那 如果你開它的範例的話 我覺得裡面有一些東西 我想講 但它 那一份範例不能講 所以 就是可以開我 這裡 改成這一份 好 好 那就是 如果你開起來 你可以把它複製貼上 到這裡面 好 那就開始講 那首先我們先有一個 contract A 然後它是 A- A- 然後 再來它 後面這些東西 剛剛的講 你可以來看 那這裡它有一個 A 然後 再我們有一個B T繼承它 然後我們 Overwrite掉它 之後 我們會穿的 是 這裡的話 可以先簡單理解 就是它把子算穿起來 所以它是把B 然後 蘇格是指向這個A 然後這是一個寫法 所以 你叫蘇格打破 它會指向這個 所以你會拿到 B A A 誒 註解不見了 算 B 如果有看到 如果有開我那份檔案的話 會看到我方沒有寫註解 那 C的話 一樣它是可以C 好 這裡應該還可以理解 那再來的話 就是 D 可以繼承P跟C 那剛剛記得B跟C 會繼承A 然後 所以它現在進來了 那 首先 它輸的指向的 來這裡的話 就是先說 這個的順序呢 左邊是 越接近 上層 C是越接近下一個 所以 D的 上層是C C的上層是B 然後B的上層 就會是 這樣子 六成 對 那所以這裡 Super會指向C 那我們剛剛講出了 C C它會指向CA 但如果你實際去跑 它不會跑DCA 它會跑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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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原因就是 這個電狀的關係 就是 C的上層實際上是B 所以 C裡面 這裡的 這裡的Super 已經變成B了 所以它這裡實際上是 跑DCA 就是跑到這裡B 然後B再跑A 所以它這裡是CBA 然後進來這裡 就會變DCBA 那這個 似乎是 Python那邊的 的 模式 那 這可能 我自己認為啦 可能有點難搞混 那可能 大家很聰明 不會搞混嘛 我不確定 那如果自己那時候理解 常常有點混淆的地方 那就分享給大家 這樣 然後 E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E的話 它實際上會是B 然後再來是C 再來是A 所以它會EBC 好 那F的話 這裡 這裡要想的就是說 因為A是比B還要上層 所以如果你把它反過來吃的話 它會形成一個 奇怪的環狀 那 這個東西就會編移不過 這個是會直接編移不過 而如果你只把它調換過來 那就是一個繼承的觀念 好 講到這裡 想問原本是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就是 原本可以再研究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剛剛跟他們講沒什麼問題 就是你說有問題的地方是 有問題是 我是說 我想講的部分 沒辦法用那個來解釋 對 就是DCBA那個 因為它這裡是直接 是這樣的 我覺得不太好理解就是 它這裡的效果就是 B跟C而已 那 再往上的就會講不到 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 並不是它有Bug 他們很厲害的 好 那到這裡 一個小時 的嗎 沒有 當 當 你說 DCBA那個嗎 對對對 好 好 好 就是這個Sugar 就是我們先記得 就是這個順序是 就是由最上流到最下流 最上流到最下流 低的上一層會是 越下流的C 這個OK 然後 所以它的Sugar Sugar 直向變成C 那 那 但是C 可能直接理解會是C 就直接到A 那不過它這裡的話 這個構造就是 說明它C上面會是B 所以 C上面會是B 那 Sugar 就變成B 而不是A 而不是A 還是我們來實際去 泡泡看呢 欸 我們先 好 欸 欸 B C B B B 好像 不用那麼多位 如果我們跑B的話 它會出現B BA 那如果跑C的話 它會出現 CA 那如果跑D的話呢 它會跑出 DCBA 這是一個效果 然後它的原因就是 D的 D的這裡 Super.4 它指向會是 C的 C的 C.4 那 這裡做的事情 再去呼叫做Super 那這裡的Super 會因為這裡的 這裡的這個關係 欸 準確來講應該是這裡的這個關係 那 C的上乘會變成B 那 所以這裡的 會是先 指到B B的這個 B的 F 然後所以這裡會進到這裡 然後這裡的數核又指向A 所以這裡會先變成BA 然後再回到這裡 這裡變成BA,然後這裡整塊變成CBA 然後CBA再進來到這裡 就變成DCBA 那這是DCBA的遊覽 太好了,聽到有人聽不懂 那就代表我當初理解很困難 是對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就是如果真的對於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真的要看一下排成當初是怎麼去畫的 但我看他就是說 整個計程他會是一個 有像無環圖 所以如果你有環就已經有問題 那如果沒有環他就是用一個 奇怪的方式去做 好 我跟你講,為什麼不是 為什麼不是PCABA 而是他PC然後就會停下來 PCBA 這就是我當初感到很奇怪的地方 那為什麼呢就是 他...我看到一個解釋是說 A只能出現一次 就是在這個圖裡面 只會出現一次 所以他不管怎樣他只會 他的輸口一定只有 被用到一次 那為什麼 對 嗯 好 這邊有一位老師想說沒關係 好 老師好 其實我是 所以 我覺得可能有些是 就是 像他文章在進行載入的時候 那他Stack的部分 可以看音波的順序 那音波的順序在投入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力氣性的事情 那又有一些是 可能後面在CALL的時候再過去去執行 那所以在這邊分別的時候 在一開始後 他會把 一開始投入的部分先放在那邊Stack 但你回頭去要使用的時候 他可能會從這個Stack 你回頭出來 我其實沒有聽 我沒有聽 所以這是為什麼 A只會自行一次 因為他 已經放在那Stack裡面了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 CA先的 CAB 那為什麼不是CAB這樣 就是要看音波的順序 所以才會有循環 E-Line的發生 因為循環E-Line 在執行的時候 只要說他發生這個問題 那他回頭去 扣到他上次的 Model的東西 那他會有 Dedron3裡面 會有 Olefine的情況顯示 你扣不到那個東西 然後因為他還沒有 被這系統 然後他會被攜帶 好 我 我 我必須坦白說 我沒有很理解 從Stack的角度去看什麼 所以是說像 但哪裡會出現 Olefine的問題 如果你剛剛這個 脈絡下的話 我可以 想到想到A 想到A 好 好 可不可以啊 他上面那個 他要想看 那這個相機 如果說你A 結果很低 然後再影波下面的B 好像D是影波B 因為D需要用到B D需要用B 那D後他就沒有 在影波A的面子 反正就是想像成一個懸崩 然後他同時有用到 一開始給你求的一些 參數的部分 那可能會因為說 然後他有準確性的 讀序 例如說我讀完A 可是讀A之前 他要先去找B的東西 B又要去找B的東西 D又要去找A 那可是A在這時候 因為他是往下去讀序 所以他沒辦法找到 往下讀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 往回頭去找他import的部分 但是 在那個import的順序裡面 他已經有了A的基準記 但是他還沒有被執行完整 你只要記住他還沒有被執行完整 你不能就好 那既然他還沒有被執行完整 你自然不可能從他以下 以後去回頭去找到他 正確的資料站 可以嗎 臉上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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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點 有一點 有點想像 但又不確定我是不是想像的對了 你認識的回說看看 蛤? 我想一下為什麼 哇 你先講一下你這個組合是怎麼做的 這是複製鐵上的 這不是我自己選 這不是你自己喜歡的 因為我這裡主要是 就是講一下他繼承的人 我白修 我想要居然白板會派上用途呢 我想要居然白板會派上用途呢 這邊呢 可能他稍微放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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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在說複製鐵帶的時候 就是複製A 然後 B 然後C的部分 然後 C的同時又移動回去A 就是 我們 最簡單的理解是怎樣 那 A的部分 例如說我們A裡面會有一個參數是A 然後 也有一個參數是A C這樣 那 在執行的時候 假裝說我C這個模式裡面 我C要等一個A 就是 有些時候可能會這樣發生 我會想要回頭去拿他的參數出來 可是問題是 他A在執行的時候 例如說 A先被進去 我們跟他在那邊 然後 B在執行 然後C在執行 可是 A 他還在處理這些VC 因果 所以他A的 那個 呃 真是還沒辦法講 所以 C在等於A的時候 他還沒辦法變得出來 這是有選擇的嗎 這是有選擇的嗎 OK 剛剛那個有選擇嗎 這是 所以我總要設計 你只有圖環的圖 對 這個圖 那 它上面的圖 實在有 它是一個單向圖環的圖 圖環的圖 圖環的圖 就是因為 圖環的圖 所以 所以 他設計的方式 因為 所以照理剛剛大大 你為什麼 他避免比較好 幫他做 我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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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感謝大大 感謝老師 呃 白威爾現在是我 安排的第一個休息時間 大家可以 哈哈 哈哈 他可以休息一下 好 嗨 好那 在繼續之前 先 補充一下剛剛那個 MOTHER5的問題 然後就是後來有想到一個 就是 呃 像 如果大家對於 以太坊的資安有 印象的話 可能會知道有時候 重複攻擊的東西 那就是有一個方法是 在前後去補教 這一個檢查 但是 警察具體來講就是 會去 在 這個 合約裡面做一個 State 來標示所他有的 補教過 那這個東西 如果你用方選做的話 就會變成 你要複製貼上兩次 那如果你只複製貼上兩次的話 你這個合約可能會爆掉 所以用MOTHER5的可能會是一個更好的選項 那所以這可能 是一個MOTHER5的 比較好的用力之一 那謝謝這位同學 剛剛有提到 好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那個 繼承的問題的話 呃 我試的想想看 就是它是一個 線性化的過程 也就是說它是把 剛剛那個圖 把它壓平 那所以壓平的過程 它就只會出現一次 那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說法 那如果對這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一個叫做 C3線性化的這個東西 那不過看起來太複雜了 跟今天 今天如果講上去應該會講不完 所以就算了 好 那就是做一下剛剛這兩個補充 好 又怎麼回到第一頁 等我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講Library 它是一個 特別的 特別的Contract 那它的特點是在於 它不能有State 也就是說它 不會像剛剛有一個 變數在那裡 也不是說沒有變數 就是 不能有State 然後等一下什麼是State 再講 然後再來是 它不能抽完Ease 那 對 就是不能 不能收錢或發錢Abit 然後 它如果沒有被簽入 就必須被連接 那被連接就是 就是這個Library 它必須先 Deploy到這個電上 然後 先拿到一個地址 之後 你在 Deploy 使用到這個Library 的時候 你要再指定說 這個Library要哪個地址 那如果沒有被簽入就不用 那什麼樣的狀況會被簽入呢 就是 如果你的Founder 全部都是Internal 如果全部都是Internal的時候 它就會被簽入 那被簽入就 你 就簡單想像這個Library 會被複製貼上到 在Puntry裡面 那就不會需要被 那就不需要自己 就不需要做連接 這一個 這個動作 好 那像 右邊這裡的話 就是 我們現在有一個Mess 的Library 然後 裡面有一個 平方根的Function 好 那Function是什麼 所以我們不管它 我們只要做介紹 那這個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 這是Internal 對 然後整個的Mess Mess Library 就只有這一個Founder 所以就滿足這個條件 就是 所有Founder都是Internal 所以在這裡做使用的時候 那使用方法 有 就是 用這個 UsingLibrary 或什麼東西 那這是一個型點 然後 你可以把它放外面 給放裡面 那使用到它 的話 這個東西 就可以放進來 這個Founder 因為它滿足這個條件 好 然後使用方法的話 我們這裡 會寫它是 for哪一個型別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 這個型別的變數後面 去做使用 那像這裡 for.4 Esperate 的話 它就相當於 把這個 4 換到這個 這個參數的位置 然後去做執行 然後這裡的 到底也是2 那另一種用法就是 你可以用 Mess.esperate 那些也是 一個合用法 所以Library的用法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裡的 小小小補充是 如果你要用別的答案 不然你只是用 info這個關鍵詞 那 也可以用 也可以指定你要info什麼 那那個 那預報的天 好像 我沒有做成這個報告 那就再一次一談 然後這info好像跟你的 編集器有關 就是你的環境有關 所以有可能 別人的code 你會跑不起來 然後info的分器 好像這樣子 我好像有遇過這個問題 然後 簡單帶一下 這是Library用法 然後 有 Openset的核定 它是一個 以太廣 生態系裡面 一個蠻大的 資安公司 那他們有出 一系列的合約 然後裡面有一系列的 Library 可以去做使用 那裡面就 像你可能想要做 數學的運算 或是你想要做 密碼學的東西 等等的 都有可能在它這個 Library裡面找到 那很多都是用 Library的做法去用 所以你可以用 這樣的寫法 來使用他們 所開發的Library 好 那跟Library有點像 的東西 是這個free function 那free function 那free function 它是一個自由的 自由的 自由的 特點就是 它是不在 content裡面 那一般來講 我會認為 Function在 content之外沒有什麼用 然後 work function就是這樣 一個順暫 然後 這邊特別是 它那個 比特V2D 是不用寫的 也不能寫 它寫的 它會不會讓你閃掉 那 就是 這樣一個 就是寫的 這樣子的做法 然後 然後 它使用上的 使用上的 注意點 就是它不能立直 也就是說它 沒辦法找到自己 自由之後就 迷失了自己 對不起 等一下對不起 好 我按 自由 function free function 就是 如果你有使用到它 就會被放進來 這個content裡面 然後 它可以收發音效器 然後再來是 它也可以互調別的 content等等 就是它跟 裡面的 function 基本上是 差不多的效果就是 沒有立直 那 這是 這好像是滿新的一個寫法 因為我也是後來才知道 有這樣子 應該是0.8點 X才出現的 對 至少不是很 很舊的寫法 這是一個 蠻有趣的東西 好 好 那 再來 欸 好 這裡有人想要玩玩看 這個 Library 跟free function 喔 真的喔 好 欸 嘿 free function 我看到一下有沒有做 喔 Library 有欸 好 可是好像沒有什麼可以demo 就是 就長這樣 然後 然後 好多 呃 剛剛講到就是 有些Library 可能你需要去連接嘛 但 好像 因為大部分的Library 都設計成 Internal的 所以 我沒有 我沒有看過幾次是需要 Default的 那我就 也找不到 然後我也不確定到底 要怎麼去做這個連接 喔 我 deploy到那個 Library 好 就如是你所見 它Library 還是可以deploy上去 好 好 然後 可以去 做一個使用 好 然後free function 就是 它會在外面 然後你一樣 deploy是 就是 為什麼會長這樣 OK Default 然後 一樣就是可以去做 這樣的使用 對 那就大概是這樣的效果 好 好 那再來就是 我們可能會想要在 可約裡面去建造新的合約 那我們用的是一個 new的這個關鍵字 那 像這裡就是一個多利 然後大於選揚角 然後就是可以用一個 new quality的這個 function 然後去建新的出版 那 或者有另外的建議的方式 是用一個 sof 一個就是 加盐 加盐 就是在裡面 那這兩個效果就是 前面這個的話 它根據的是 這個 bactory的 地址 就是這個 contract 本身 地 對 合約的是 對 然後 還有就是 這個合約的nons 那這個nons 是每次deploy新的合約 產生性的合約 所以你這個 一直叫就一直加一加 然後每次出來 地址就不一樣 那 這個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可能今天 在 例如你想要為 想要先計算一個地址的話 那 如果它是用基於納指 那 這個 你就很難去預測它 例如你想要為 某個人 你的同學去發合約 那 你這個 如果不是照順序 要照它的人的話 那 在這個方法下會有點困難 那 所以就有新的 這個create tool 的這個obipode 那 它那個做法就是 送 然後 後面去給一個 給一個值 那這個值是一個 白三樂 那 等一下也可以講到 白三樂 然後這樣子出來的東西 它的地址就是 就是 可據這個 產生這個 產生新合約的地址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新合約的 Easy code 然後還有這個值 收的這個值 去計算出新的地址 那這樣子的話 就變成 一來是 例如我在貨廠店 那我只要受的想法 就 欸 嗯 那 就是 我只要能確保 這三個是一樣的 那這地址 就會 就可以提早很久 就先算出來 那也不會被其他的 因素也影響到 我現在好像講好像有點混亂 有人聽不懂嗎 欸 好 這個 這有些 就是 好 然後我們可以做個小小的 16 這個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先看 如果你是直接 新的 多利率出 那 他每次的地址 這個地址是 根據 這個 這個合約的狀態 去 產生的 那 所以每次就會 唉 這跟 地址怎麼來的 又有點關聯 那 就是 我們一般 平常使用的 我們叫做EOA 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是用PrivateKey 去產生PrivateKey 然後再去產生地址嘛 那 但是合約沒有PrivateKey的存在 那所以他的計算方式 就不一樣 他是根據 產生他的人 然後還有一個NUNS 那這個NUNS 那這個NUNS就是 跟地址一起存在 然後去計算 那在這裡的案例就是 跟 這個地址 然後還有他這個合約裡面的NUNS 去算 好 然後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做一件事情是 我們 給個 532 這個給零差一點點 不一點 好不行 我必須要 那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 用一個sort 然後去產生性地址 那我們接下來做 去把他這個給 給 重置 重置的方法就是 再叫一次 讓他就會被 重置 然後 那我們再去用相同sort 那這個跟剛剛不一樣 就是我們沒有前面去 deploy 一堆 字的 那一個行為 欸 我剛剛是不是 啊 我剛剛 那邊 剛剛 出錯了 等我一下 我剛剛那一次沒有 沒有重置 所以 所以我要重置 就是 好 然後再來 再來 這東西是D91這個 好 這也是D91 那這一次就沒有 亂deploy 那兩色的結果 會是一樣的 就證明了 它是跟你這個 Contra Deploy 幾次是無關的 那這個用途 蠻多的 突然想到 好 那這是 建合約的兩種方法 好 好 那這是 建合約的兩種方法 好 那接下來就是 講到這裡才把 function 講完 那接下來就是講變數 這東西 好 那因為 如果你只有一堆 function的話 沒有變數 好像也不能幹嘛 好 那變數的話 我自己把它分為State 跟State 跟State 呃 那在State的下面 就是 欸 在合約下的話 我就把它升到State 那就是它有 它的寫法是 它的 情締 然後 它的D3P 那D3P 就是跟剛剛講一樣 然後 你可以不寫 那不寫 那不寫可以為State 然後再來是 Metability 那就是它的可變性 那這個也可以不寫 那 通常的無危險 就是如果你那個東西 會修改的話 就不會去寫它 然後再來 它的變數名稱 跟 看要不要複製給它 然後 如果在整理碼區塊內的話 就是 它的 新別 然後 看 它有可能需要一個 location 那說 然後再來是一個 變數名稱 跟 一樣是 看要不要複製給它 好 那Metability的話 有兩種 就是 constant跟 immutable constant的話 它是一個常識 所以它是在 你合約寫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值 像 假設你要用到圓周率 那圓周率 不太可能變 變得 就恐怖了 那所以這東西它就可以是個 concept 那 那如果有些東西是 在合約建立當下才知道的值 例如 建立者是誰 這種東西它是 你在寫合約的時候 不會 可能沒辦法提前知道的 那就可以 然後 然後 immutable 電內的 set 一定 一定 要在 contract裡面去指卡 那 你不能到 後面才有一個 Function去 設定它 不行 就是 只要是immutable的話 一定最晚在 contract裡面指卡 這樣 好 好像我有那個 哦 希望變數也要給 好 這 不重要 對就是 像這裡你就一定 在這裡 最晚在這裡 然後 欸 這邊講一下 就是通常 如果是concept的話 我們就是 全部大型 然後用底線做分 然後 immutable的話 它雖然也是不可改 但 不過看到兩種寫法 一種是跟concept一樣 就是全大型 那 不過我有看到就是 用小線 就是跟一般的電速密的方式一樣 所以這個 這個應該是沒有回憑 但我們只要 如果是常出的話 就是大型 欸 官方的建議的寫法 就是全大型 然後 以底線分隔 這樣 好 好 那再來location location它只會應用在reference time 就是 就是 這三個 construct and struct 然後reference 那這三個 你就一定要給location 然後 有 這個location有三種 一個是memory 然後storage 跟code data 那memory的話 它就是這個 變數的生命週期 就是跟 這一次的function的呼叫相同 那也就是function 這個執行完 它這個東西就被丟掉了 那storage的話就是 它是跟這個contract 那contract 除非你自己去叫那個 Safety Tract 不然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一直存在嘛 那所以就是 一直存在的這一個變數 那storage 它不能在 方選裡面才建立 它一定是在contract 下面 contract下面 有一個set 然後去指向它 然後code data的話是 它是一種特殊的memory 那你不能修改它 就是 這裡的細節就是 如果你的function的參數 你可能可以搜一個整數的正列 那你可能用memory搜 或你用code data搜 這都可以 但memory所做的事情 是把它從code data複製出來 所以它會多一個複製的成本 但好處就是 因為它已經進到memory了 所以你要去改它是可以的 但code data 它就還在code data那一塊 所以 你可以補它 但你就不能修改它 所以如果你會修改的話 就用memory 那如果不會 就可以用code data 大概效果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現在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整數的step 整數的 整數的 整數正列的step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們這裡 咦 這裡 這裡我要demo是這個 就是我可以用一個stowage 然後去把這個部分指向它 然後我在這裡做修改 就會同時修改到這個step 這樣子一個寫法 好 然後 然後還有一個小細節是說 就是 因為如果你是用stowage 雖然說你可以直接改 放水裡面的step 就是 eng 但 如果你在上面做運算的話 成本就會相對高 所以 如果你 這個東西 不是馬上把值 去 去 去更新它的值的話 就是 實務上面會先把它放到memory 然後memory 做完運算之後 再把它放到story 就我手指這樣 好 然後 然後 再來是 再來是fail time 那就是 呃 剛剛講的reven time 裡面基本上都會用到 再往下就是 這些fail time 那當然你可能 這些reven time 下面還有 還有其他的reven time 不過 到最後 基本上都會是這些東西 那 這些東西 有的就是 呃 無符號整數 那就是 全部都 零或正整數 的 然後他 後面有一個數字 那是 8的倍數 最高到256 那就是他佔幾個b 那 所以像 你最高可以用到 250個b 然後如果你不寫數字的話 他就只有256 那 還有就是 有符號的整數 那一樣 然後地址 對 地址 然後 然後 不寧 就是true跟force 然後還有biz 那biz 跟 就是跟這差不多 不過他就是 索 不是數字 的東西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你可能會想要 純字串 那純字串的話 我們通常用biz 或string去送 那這裡小小的點就是 如果你的字串是固定的 而且長度不長的話 可以好去用biz 三張巨索 會比較省 因為 這個東西 他實際上 他實際上是 用正列去做 所以他會 多一個儲存 正列長度的 那一個空間 那如果 你用這個行跌 他就是知道 你這個這場就會上升 那就會省 省一點 然後還有 有 眉矩跟 方形 兩種 比較進階的 failure type 好 那有剛剛的這些 failure type 之後我們就可以來做 這個 strap 那我們這裡的話 先這裡 有兩 我們知道 這個strap可以在 Country 那裡 也在Country外面 做去宣告 那我們 有Country Strap 然後裡面有 ABC三個 然後 Strap 也是有 ABC 三個 三個 指 那這裡 這裡 要表示的就是 兩個東西 看起來雖然說 是差不多 就是 一樣是兩個 U in 28 然後一個 U in 256 因為剛剛講 L寫入是256 那這裡也是兩個 U in 28 但這兩個成本會不一樣 那 原因是 一個strap 它是用很多個 你可以想像是一個格子 那一個格子是256個B 所以像在 strap A的話 它的 A跟B 會放在同一個格子裡面 然後 C 256它自己換一個格子 可是 strap B的話 它就會變成 A先用了一個格子的一半 因為 256的一半 128 所以A用了前面128 可是 B它又佔了256個 但它放不下 剩下的128格 所以它就有開了新的strap 回去守 那B就會在 第二個格子 那C的話 因為 B這個格子滿 所以 又進到C C的話又開一個新的格子 然後 又用了怎麼辦 128B 所以 strap B它會 比strap A 多用一個格子 然後 多一個格子就會 多一個成本 那這是 10桌上的時候 可以去留意說 你這些 好 你這些 到底佔了多少的格子 然後 就會影響 它消耗的gast 就是 10桌上的細節 好 那一樣 來證明一下 證明一下 我不是亂講 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這裡 跟剛剛差不多 就是一樣 128 128 然後 128 5 6 128 好 然後 寫錯 deploy 好 可以看到 A的話 它用的是 21285 然後 B的話 用的是 21307 差的 22 很小啊 不過就是 如果你這個 shot很大 或是很常使用的話 就是會有一個 細微的差異在 這樣 然後 好像 忘記講了 那使用上的話就是 你可以 A點A 這樣子 這樣子 去取得這個紙 或是你可以去覆蓋它的紙 這樣子 使用方法是這樣 好 然後 然後 對 好 然後再下一個是 就是 正列跟Napping 那正列的方法 就是 是你的 FailType 然後後面加一個 這個方括號 然後 Napping的話就是 它前面是一個 FailType 然後後面是另外 另外是其他的 新墊 那 這裡也可以是一個 Mapping 所以你可以Mapping 某東西到某個Mapping 然後那個Mapping 在裡面條件的東西 可以一直下去 那 使用方法就大概 就是 你後面有一個方括號 然後裡面 如果你是用Mapping的話 就是 這裡什麼新墊 那這裡就是 放什麼新墊的東西 然後它就會去 找到 這個 Kfail 那如果你是 正列的話 你就會放數字嗎 是應該 有寫過程式的 應該 不太 會 感到複雜吧 希望 好 好 禮貓放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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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 這樣 我們剛剛有講到 就是 LICE跟 直川 然後我們這裡 又可以看到這裡 我們可以把一個 直川 放到 VICE這裡面 那一樣 我們需要給它一個Memory 因為它也是一個 正面 然後 我們可以把 直川跟 VICE去做 轉換 就是用這種方法 好 然後再來 那一條 另外 一隻 一人 不會把 然後 訊告方式 就像這樣 然後也可以做為 持續輸入 那這個的話 就跟其他語言也是蠻像的 然後就是 會對應到一個整組 所以 像這裡的話 它出來 鋁應該是0 然後 P應該是C應該是2 對 好,然後再來還有剛剛講到是Function,Function這個派 那如果在教室課會有CodePay,那就蠻類似的概念 就是這裡會有一個Function,然後你可以像在這裡,我誒,這裡有一個EngYen派 然後有這個,那我們可以把它做為一個閘述給放進去 那Code這裡的話,這兩個的型也像是相同,就是一樣都是拿一個EngYen,然後repring的內容整數 所以這東西放進來,那就在這裡把它放進來,然後這東西會是這個EngYen,然後在這裡度執行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被,這東西就會帶進去這一個這裡 所以,這樣也不曉得,那特別留意是,如果你的Function它是一個 它有用到Function的,參數,情別的話 它就只能是PyPy或EngYen,它不能是PuPy 因為PuPy,不過一層樓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那只是比較,進階的部分 而這個Function,它也是我自己取的啦,就是 我自己覺得好像沒有到那麼常用 然後再來是Ctrl Struture 那因為我們一開始有假設大材會寫什麼字 所以我相信應該看到這些字,就知道是什麼東西了吧 就是If else,然後回學壞的度,Fore 然後Great,然後Continue,Fore 那再來它也有三元運算值 那其他什麼加減升數啊,大與小與等,那些就不講了 那個,都很常見 好,那下一個要講的是,叫Scoping的概念 那其他語言的話,可能如果你有這種鞋把 其他人會來當你說,你這個鞋把是不是在寫什麼櫃 那有時候在SLED,也是不得這麼寫 那就是,在SLED裡面一樣有SCOPE的概念 那像這裡就是一個大括號去掛起來的部分 那像Function本身就有一個大括號,所以它有7個SCOPE 然後一個SCOPE有一個問題是,你有可能遇到State too deep 那這個問題最常出現就是,你的變數很多個 那具體就是16個 所以你在限到第17個的時候,它就會跟你講說State too deep 那這個問題的話,可以的解決方式就是,你去把一部分的code掛起來 然後就是讓這個變數,因為SCOPE的關係嘛 那A到H在第15行這裡,第14行之後就再也輸不到 因為它那個SCOPE就只有這麼小 那就不會去被這個State too deep 那State too deep影響到 我現在要講什麼,但我忘記了,你跟我講 喔,對,然後這個問題,據我所知 就是State too deep開放的組織一直在想辦法解決 所以未來有可能,哪天你就遇不到這問題了 那,所以趁著還遇得到的時候,多遇幾十 然後就是如果你遇到了,就是記得把 你可以用右邊這種寫法 雖然說它看起來可能很醜 不過有時候是不得已的,就是這樣去解決它 好 我這邊,似乎又排休息了 看大家有點累 再休息 我們剛剛是 大家可以玩玩看剛剛提到各種奇怪的東西 因為在 在接下來就是講一些 比較延伸的東西 所以其實到這裡應該 你要寫一個Contract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你要在裡面存資料啊 然後或是你想要做一些奇怪的運算都可以 那大家可以試著玩玩看,然後去 看有什麼問題這樣 好,那希望大家到這裡都還活著 看到已經有人跑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講一些 一些比較後續的東西 那第一個就是錯誤 就是我們寫成事法 其實也常常會去處理 或去丟出一個錯誤 那 那在於SLEED裡面的錯誤有兩種 就是 Require跟Require 它背後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那而SLEED的話 它就是 處理內部錯誤 那譬如 就像這樣說 你現在 有一個Call 它有八股 那讓小孩的年紀是 比 比他的 家長的年紀大 那他就 這是一個 身體上 不合理的事情 就是小孩 不會比他大胖啊 然後老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用到社區檢查 那如果錯的話 就代表這個Call 是個問題 那另外總是 我們是想要檢查棉的輸入 或是 其他的狀態 那我們可以用文化 那像 如果今天這個小孩的年紀是外面輸入的話 我們就可以要求 這個東西要比 我們規定的 大人的年紀還要 像 就是這樣的效果 那這是 在SLEED裡面去 處理錯 你去發出錯誤的兩個方法 那發出錯誤 除了 剛剛那種 也可以 帶一個訊息 那如果設有設 就不能帶訊息 就是只有required跟refer 可以帶 那required就是 後面帶一個自傳 然後refer refer的話 就是 它直接帶自傳 然後refer跟required 就插在 他的這個 判斷是在哪裡 那如果 你是 如果 你是希望他執行到 某一行的時候 就被無份 那就用這些判斷 那如果你是要做一個 判斷可能 沒辦法 那第八行跟第十二行 基本上是等價 好 然後再來 你有可能想要做一些 嗯 就是去設計一些錯誤的行點 就是像這裡我們 去宣告一個錯誤 就是年紀錯誤 然後 帶一個 帶一個 子傳 那我們就可以用referfer 這個關鍵詞 然後後面接一個 這個 代表 然後帶一個子傳 去做 那 這是另外一種 自定義錯誤的寫法 那自定義錯誤的寫法 然後 現在有丟錯嘛 那我們就要把錯誤接起來 那接錯的方法 其他語言的話 是 你在try後面這個 程式碼區塊 去執行有可能出錯的扣 那不過 生意的題目不太一樣 是 你在try後面去線 你要執行有可能出錯的扣 所以 所以 扣會是在try的正後 然後如果沒有錯 他就會執行 從這裡 他就會執行 他後面那一個 那一個 區塊 那如果有錯誤的話 就看他是 出哪一個錯 然後像 如果 你剛剛是用refer 然後帶一個 message 或什麼的 就是 用一個error 就是catch error 那他就會進到這裡 那如果是 而設出錯的話 就會進到panic 然後 如果你是 其他奇奇怪怪的錯 那包含 剛剛講到的 自定的錯誤 也會進到 就會進到最後這一個 不用ice去存 這個錯誤訊息 好 這是 把錯誤接起來的方法 然後 好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 自定錯誤 那自定錯誤要接起來的方法 有點複雜 就是 他總共有這三個步驟 那第五步驟是 先比對他的select 那select的可以想像就是 這個錯誤 這個錯誤 是我們 人類組的嘛 就是他叫一個catch error 但 這東西他 在 編譯的時候 就 要給機器看懂 所以他實際上 會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名字 那 就是這個select 那 select 總之就是 你可以用這個 OsonAero.select 去取得 他在 他的 嗯 你在 定義 你在機器層面的 名字 然後 netage 的話 欸 對 然後我們剛剛把這個錯誤接起來 那就會被放到這個 Malage 這個 變數裡面 那我們可以提取 前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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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會是這個select 然後我們可以去比對 是不是一樣 那 這裡我們是日程 就是 因為我們認為他只是會 只有可能速限生錯誤 那如果你可能 丟錯誤 你可以用一堆腐藥詩 去處理 好 那就是 去比對它的select 那 如果一樣的話 我們都可以去 切開他的 他的 Pelo 那 Pelo的話 基本上就是需要選擇後面的這些byte 那從22號到24號在做的事情就是把前四個byte丟掉 這一部分就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再用ABI.deco ABI.deco後面是一個去把一個byte給你解開來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就把剛剛提出來的 payload 然後和這配合的預期它的型別 那型別就是這裡 因為我們CosumerABI的配合是一個onsign-in 那我們這裡也一樣可以onsign-in 所以它這個東西就會解開 那我們就會拿到一樣的上 這是這一段處理CosumerABI的寫法 那有興趣可以看這裡 好 那這是 那這個東西好像目前也是捨立的地方在討論 就是有沒有辦法讓這個東西可以在開始公益的解決 就相當於在便宜成員房裡把這些事情做掉 那但是目前還沒有 所以會顯示就是你只能自己去做智慧眼法這樣東西 好 看到圓幕 好 那好 好 看到圓幕的話就是我們有一個 我這裡應該放幾個往前放幾個 為了解決 那這裡我們先有一個自訂的錯誤 然後我們在這裡會丟出這個1287 知道這數字得 好 然後我們在這裡的話 就是會去抓這個錯誤出來 好 所以我們就 Default一趟 好 那這裡我有稍微改一下就是 如果它有被成功接起來的話 它應該要把我們前面這裡的這個東西 解開剪到這裡 就是剪到這裡 就是剪到這裡 然後再會穿出來 好 然後 然後 我們就這裡去 好 看看 好 看看 誒 哇 尷尬 我怎麼會死掉 喔 想想 對不起 這裡 嗯 這裡 對 好 那我們剛剛做的事情就是先Default一個A 然後再來 這裡Contract 我們把A放進去 然後就會 得到一個新的B 然後這裡 就自信 把這個E帶進去 因為E帶進去之後 它會在這裡 去自信CheckCode 然後後面帶E 那這東西會到上面這裡 然後就會進到這個Refault 那我們就可以看它 確實是有 成功的把這個142857給取出來 對 那就是 這一段就是 目前要處理自信錯誤的幾個步驟 就會長這樣 對 對 好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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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Event Event 也是蠻多 你可能在10座連的 規格的時候 會要求你 在某個狀況下去 丟一個Event 那例如你在做ERC20 等等的時候 它會要求你在前轉上的時候 有一個Transfer的Event 等等 它就會像這樣 就是我可以先去一個Event 然後一個Name 那 再來裡面就是 它這個Event的 可以想像就是Pel 那 這裡的話 發現我少了 少了一個東西 就是Index 就是 它會 讓這個Event 是可以被查詢 這樣 對 那 要丟出一個Event 的話就是 用這個觀念 Inmit 好 丟 丟出一個Event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效果就會在 EtherRand Sensation 的Log 裡面 去 放一個東西 那 這東西在 择一樂器的觀念 就是這個Event 然後如果你是用 像我們Ether.js 也是用 Event的觀念 去做處理 好 那 效果大家已經講 欸 欸 還要 不見 然後有另外一個觀念 就是這個Index 那這個東西就是 嗯 比較細節就是 它會跟 那個什麼 跟 Log的Filter 有關 那它就是會讓 這個Event 可以被 用Filter 找到 也不是說 這樣 就是 它才有辦法用這個 當作它的 查詢的詞去查 這比較細節 就 等到 10T用的時候 就會知道 好 這樣 它的效果就會是 那就會看到這裡 這個Log 然後就會出現這個 然後這個Topic 就是 就是這個 嗯 剛剛講到Select 那 那它就是這個 Select 然後 是嗎 有點像 但 不完全是這樣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 參數碼 3在這裡 它就這樣子有效果 這邊 我覺得這裡好像可以開 那個EaseScan 來講 但我差吧 這裡是沒有浴春準備 這裡是沒有浴春準備的 就是 這裡 這個Log 然後就會像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這裡有 說 安 Index的 兩個 兩個 兩個Topic 那就是兩者 那所以 因為它這個 從而不是有Index 所以 我們就可以很輕易的查詢說 哪個人轉租多少錢 哪個人收多少錢 哪個人收多少錢 但如果我們要用這個LG 去查 就會比較困難 因為它沒有做Index 大概是這樣小的 那這個東西剛剛的行為在EtherScan上就會看到像這樣 那再來是 後面就是一些比較 然後實務上才會用 前面也是實務上會用到 再來我們有可能會希望在合約裡面去收錢跟發錢 這裡的錢指的是原生貨幣 就是EtherScan 那什麼ERC20就不是這裡的錢 在這裡不是 那如果要收錢的話會有一個關鍵就是這個Pairable 那如果你的這個東西是會收錢的話 就需要有這個Pairable這個東西 那特別要注意的是 EtherScan上其實是一個行李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地址 然後你要把錢發給他 你要先把它轉變成Pairable Address 才可以做後面這些Transfer等等的行李 那如果你的這個方式是會收錢的話 你也需要在上面加一個Pairable這個 這個 關鍵字 然後 雖然說 雖然說 要轉錢有三種方法 就是Transfer 跟Send 還有這個Code Code 然後後面加一個Pairable 但目前的話 這兩個寫法都是不建議的 那原因跟一些歷史上發生的事情 有點怪 那就是Transfer跟Send 它都是2300Pairable 那所以有可能像我們剛剛講到 Receive跟Fallback這兩個功能 那如果上面有寫的話 它這個東西 兩千少年Case 可能會 沒辦法支付 所以 就會用 就會建議用模 也就是說如果你 你轉型的那一旁 它是有 持做 Receive或Fallback Function的話 這個可能 Transfer跟Send 有任何會使用 好 然後 那Code的話 它就不會有這兩千少年Case 的狀況 它就是 預設的是把所有的Gase 都給 都給這個 Code 被Code的那一方 去做使用 那你也可以在這裡 限定還有多少Gase 那 這是細節的部分 然後 這Code完結結果 就會告訴你有沒有成功 然後還有Pairable 可以傳來的Data 對 這是SoFiE設上的寫法 好 好 然後再來就介紹一些 常見的東西 好 像我們剛剛講到ABI Dicode 那還有另外就是 我前面也有用到ABI Incode ABI Incode 那這東西 那就是這一頁裡面會講到 我先看 這裡面就是 有一些蠻常用的 那 因為很細節 所以我也不會說什麼講 那反正ABI 就是通常跟你的編碼解碼有關 然後 再來 block就是跟你目前 這個執行時的 區塊有關 那例如你可能會想要拿到 區塊的高度啊 block到 number 然後你想要拿時間 block. timestamp 等等的 就可以這樣拿 然後 或者是你可能會用到 這個 呼叫你的人 那呼叫你的人 有可能是一個 有可能是一個contract 那也有可能是一個 EOA 那就是用這個MH-Sender 那你有可能會想要拿到 他給你多少錢 那就是MH-Value 就這幾個是比較常用的 那還有其他的就是 那還有其他的就是 可以大概有印象 就是你可以在這裡找到 這些 你可能需要的變數 然後特別講一下就是 你有可能會喜歡用這個Hash 那在以太方上面最常用的應該是 KECCA CKLVL 這個我不太會罷你 KACHAC KACHAC 這也有專業面對 KACHAC 聽起來好厲害 KACHAC KACHAC KACHAC256 還是要講KACHAC256 就 對 那常常各種Hash都用到 像我剛提到的SEC 他其實是用這個東西去盜的 等等的 好 那在最後就是你可能就是身為一個合格的工程師 就是我們要寫好Document 那Document的話官方的標準是用這個next spec 那如果你有好好寫的話 Easter Scan就是如果你有verify這個你的contract的話 Easter Scan上面的那個write跟read的 write contract跟read contract也會根據這個顯示 那這個的細節就是大致上 就是像我們會宣告這個contract它的標題 然後notice是給一般使用者知道的事情 然後dev是給開發者知道的事情 那再來在function的話它有可能會有parameter的那個prm 然後後面接這個參數的名稱 然後後面接參數的解釋 然後也有可能給一個return 那return就是描述它return值是什麼 好那這就是官方建議的文件的寫法 那就是用comment的方式去做 好然後我們可以來看看運氣會不會這麼好 然後剛好遇到一個有寫的 這看起來沒寫 這看起來沒寫 喔我照片有耶 好吧 運氣不好 這個沒有吃到 那如果你有寫的話 它就會在這裡有一個出題字 然後跟你講說這個是在幹嘛 然後下面跟你介紹這個東西 這一個方式在幹嘛 然後這個變速箱也會寫說 這個點故 這個參數的欄位上下也會寫說 這是在幹嘛等等 那這就是如果你希望你的合約 在eScan上面會好看一點的話 你可以去把這個文件寫好一點 對 對 那就是這樣 好 那沒想到今天再 多久啊 一個小時多 的時間就講完了 嘿嘿 好